所以那我们要心如大地 接受一切 这个叫忍 别人欺负我 我可以接受 叫众生忍 你们做文歌华好一点 没蚊子是吧 好像少了一种痛苦 但是事实上这个世间 有太多的事情 人事物来找你麻烦 但是你能够接受 法忍 法就是变化 所以除了人家找你麻烦 你这个身体会生老病死 天气会变化 政治也会变化 经济也会变化 所以那你都要平静地接受 那这两样 那这就是佛教的智慧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就像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我要结婚 我得到你的祝福吗 OK 祝你接受你先生有外遇 可以接受 他骂我 我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有可能会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但是对你而言 发生没发生 你就可以随缘接受 你就不怕 不怕就安定 怕就不安定 所以早上有一位 有一位女居士 传简讯 问我 她跟她结婚很久了 很久了很久了 为什么到现在没小孩子 为什么 她说她花多少钱 她都可以 想办法要得到 问题出在哪里 她这个人呢 因为她先生是个演员 所以她疑心病很重 她不相信她先生 也因为这个疑心病很重 那冤亲在主就有机会复生 各位记住 一个人会生病有障碍 一定有一个不正确的动机 这个不正确的动机 就让这些冤亲在主 就可以靠近你接近你 那这样以后 她就会障碍你 这个冤亲在主 你要小孩 她不给你小孩 你要爱情 她破坏你爱情 你要身体健康 她就破坏你身体 各位记住 冤亲在主还要看 你有求 她才会找你 我希望很健康 冤亲在主 知道你的破洞 你怕生病 她就让你生病 障碍你 那如何让这个冤亲在主 不接近呢 那她就说 不能疑 不能怀疑 不能对她先生怀疑 不相信她先生 所以我只能跟她说 你既然决定嫁给她 那你就全然相信她 祝福她 最后呢 还可以接受她的变化 哪一天她变化走了 至少你还得一个儿子 你要选哪一个 因为你想怀孕嘛 但是 当然我只能说 我说我的 她听她的 佛法就是不强迫人家接受 因为只能说 如果你有这个苦 你就要去改变你自己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各位你要悔光反倒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的怕 那就是你心不自在 谁念一下 接受变化 你要学习这个 所以要把握当下 我在这边讲 搞不好等一下出去 下楼梯 一跌倒 头敲一下 死了 或是指路人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这辈子一次的意外就在缅甸 去缅甸他们帮我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水上酒店 那个地方很漂亮 那个水可以看到底 哇 这么漂亮的地方 什么名字我忘了 然后呢 哇 那个房间又很大 结果因为白天热 流了很多汗 想要去冲个凉 刚进去 里面有拖鞋一踏 呼 跌倒 然后呢 马上 插到我的腰 后面那个 尖尖的 然后我想 完了 我那时候告诉你 完了 可能腰断了 或是一定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 她一跌倒 躺在地上 没人知道 躺了九个钟头 不能动 因为她断了两节脊椎 年纪大了嘛 有什么缺钙啊 所以骨头就比较 然后她就没人知道 到了 到了傍晚 我弟弟想说 妈妈今天怎么睡那么久 进去看 因为她躺在地上 动也不能动 叫也叫不出来 太痛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一摔 我马上想到我妈妈 换我了 而且我摔得很重 那是好在后来 没事 过了一个关 一个老和尚 一个缅甸的老和尚 帮我 有缅甸的方法 叫我拿七遍 四加一 什么石灰 她帮我念 她说可以了 这样就好 没有 不用可以走了 这样 这是 当然是我跟她的缘 也是我的姻缘 但是至少 那个时候我接受了 我可能就 就跟我妈妈一样 要躺几年了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各位一定要把 每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有体悟 我问我自己平不平静 我已经接受了 因缘到了 那躺着也可以修行 这样 因为修行不是用身体 修行是用心理 那我要超越这个 所以我也没有急 只是他们叫我去找老和尚 后来到了新加坡 他们又叫我去找新加坡的 出名的针灸医生 但是我那时候问我自己 你会怎么样 接受 因为姻缘到了 我妈妈也是这样 那我妈妈会苦 因为她没佛法 我呢 可以接受 因为我懂得佛法 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你最怕什么 你要去分析 到什么都不怕 不在乎 放得下 这个叫出离行 不会想抓住什么 也不想排斥什么 因为接受她的来 也接受她的去 这个叫出离行 也就是我们讲的放下 但是因为这样你才会知道 因为生命这么脆弱 这么痛苦 有什么好抓住的 那站在佛教说 你也了解夜报轮回的道理 所以就不执着的去接受一切变化 这不是消极 这是一种承受 接受 然后呢 这样才会无所求 无所求 只在 念一下 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 因为我要得到解脱 所以我就不要去贪嗔痴 我要得到成佛 因上努力 那我要发起 男人平等的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然后呢 广修一切功德 叫波罗蜜 透过布施 来结善缘 来舍掉对金钱的执着 也来断除自己的贪欲 这叫自利利他 所以 这些贪心 伤害众生的心 爱生气 懒惰 散乱 执着 这些就是我们的烦恼 那你必须透过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罗 等等等等 这些利他的行为 又能够完成自利 所以那你已经决定了 我要行菩萨道 那菩萨道就在这样 自利利他的当中完成的 所以今天别人骗你的钱 骗你的自尊 骗你的感情 骗你的一切 那你要借这个来修行 我没有执着 不然我生气什么 今天人家拿刀子要杀你了 那那个时候你要接受 全然的接受 接受反而他不杀你 你抗拒他 他反而杀你 生病也一样 生病来了 好好忏悔 念药诗经 接受医生的一些建议 接受 病很容易好起来 甚至冤心在主 搞不好就这样 因为你的接受 不抗拒他 然后他就超度了 而且你还在做功德 所以所谓要帮助众生 你要先平静 再能够慈悲 这叫观世音菩萨 念下来 内观自在 外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 行生菩萨菩萨密多时 你能够自在 那自在是在 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自在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很多人说他正阿罗汉 然后呢 其他的阿罗汉就会变成老虎 变成魔鬼 去找他 看他怎么想 如果阿罗汉坐在那边 魔鬼来了 正好涅槃 还要吃我了 他心里平静的 叫阿罗汉 如果我们拔腿就跑 那不叫阿罗汉 或是呱呱叫 那就不叫阿罗汉 那这些境界 各位要去想 就是说到底你怕什么 今天一个罗汉 一个出力心 既然要讲出力心 你很怕鬼 那你要去浑木 你一定要多去浑木 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那个怕还在 你今天很爱钱 那你要过过乞丐的生活 故意把钱送给别人 布施 你要达到最爱的给别人 才叫布施 不然就布施布施 那唯有你达到了自在 平静 观自在 那个时候你去帮助别人 就没有压力 如果你帮助别人有压力 那就不叫帮助别人 因为你没有平静 你没有自在 你可能是为了面子 别人布施一百块美金 这个我不能输 免得人家笑我 那这样就不自在 因为你随你的随缘就好 所以佛陀说 随缘 随力 不要勉强自己 所以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学慈悲 首先必须接受苦难 在苦难里面超越苦难 面对苦难 超越苦难 接受苦难 从这里面去修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成不成功 所以我想学佛 各位可能有一点 好 欢迎法师 不能爱面子 不能爱面子 所以我们出家人李光头 我师父刚出家叫我们每天摸 摸什么 不能有我慢 你是皇帝 你是乞丐 你都不能有分别性 因为你现在是要整个生命融入于佛法 连这个我都是假 这个只是一个像木鱼敲敲敲敲 现在有声音敲破了就丢掉 你连这个都要去除掉 而且我还没有出家前 就被打了两年 这是对我很好的 打 用打的 那我们有那个禅宗问你话 你答错就打 要很大声 一声很痛 又大声 这个大声会很丢脸 为什么打我这样 这么多人为什么光打我一个 痛还是身体的 然后这个面子问题是对大众 为什么我被打 好像我错了 那这两个你都要能够接受 当然我现在在跟你说 你会觉得 因为还没有打到你 你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刚开始修行 那位法师这样 地上一打 就有好几个跳起来了 他会怕 那就代表爱面子 或是怕痛 这个里面就是还没有放下 修行 让身体修苦行 就是要让你觉得你身体放下了 那最后才有心里修苦行 明明你是皇帝说你是乞丐 明明你是对 想你错 我们也是这样修的 师父问我 无常是什么 我讲得很对 打下去 我总的分析也没错 然后师父就问我说 我打你是看你对 对还可以接受错 对 因为你不能说我又没错 那这个就是错 因为我问你无常 现在你的心有没有接受无常 你理论是对 我打你看你能不能平静 因为用各种方法 这样才可以来磨念自己 所以当然一个人要真的想要去慈悲 你一定要有这种自我征服的过程 因为这个我职 这个无明 让我们生生世世苦的不得了 所以阿罗汉如旧头兰 他知道生死轮回的苦 他就是赶快要赶快的禅定 断贪生吃入涅槃 他一秒钟都不想要留在这个人间 很痛苦的 就像各位都知道 穆建元他是活活被打死的 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因为他是佛陀希望他帮他 他找入涅槃 找正阿罗汉